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继续出视频 继续把我这个车的制作过程 纠结的部分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拿到座椅之后才可以继续做车架的后半部分 因为这个车是发动机中置的 发动机中置有一个好处 车的轴距可以更短 车子更紧凑一些 这样它的操控性会更好 而且又能够兼顾你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和驾驶姿势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